如何进行文本编辑 首先从文件菜单中点击新件 又或者直接点击新件图标 在弹出的窗口里面 可以选择实际广告牌又或者使用胶纸的尺寸 也可以按照实际的尺寸来设计 页面的大小 再选择尺寸单位 并按确定 页面打开后 点击图标T 将光标放置到所需输入文本的地方 再输入文本 在此可以输入汉字或者英文字母 然后点击箭头 将文本选中 之后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首先点击F字体 在尺窗口里面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字体 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TrueType里面有一部分字体只适用于英文字母 当出现无法显示汉字的时候 就请另选一种适合的字体 除此 我们还可以为字母或者汉字 加中间加滑线 又或者加下滑线 还可以调节高度 一般我们建议使用软件的默认值 最后按确认 接下来就可以通过边框的视角节点 对图形进行放大 缩小 如果您想为图形设置准确的位置 可以通过变换窗口里面的位置功能来实现 这个时候只需要通过按键盘上H字母 将变换窗口打开 点击位置 然后可以通过修改X位 还有Y位上的数值 来实现其准确的位置 再按应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鼠标将图形进行拖动 要注意的是 当将图形发送到刻子机剪切的时候 起尺的边角 所处的位置 它们的数值一般都设为X为0 Y为0 有点击位置